中华职棒元老球队兄弟相宣布即将要走入历史 为棒球奉献超过30年的职棒老元丁严庆秀 从台北棒球场到天母棒球场一路看着兄弟相走来 他同时也是兄弟相红老板 红腾胜最忠实的好朋友 现在兄弟相对决定要转手让他相当的难过 他也说兄弟相就像是他的精神食粮 职棒是维他命 对我来讲 兄弟呢是我的兴奋剂 所以这次兄弟全部说不完了 我这一晚都很痛苦 因为兄弟就要走入历史 职棒老元丁严卑严庆秀 一个晚上心情就是好不起来 严卑和台湾职棒之父红腾胜 有着30年的好交情 至今他还是很难相信兄弟真的要走入历史 整一整一提起这个 就是这件事情我是很难过 很难受 整理很难受 因为红腾胜台湾的作风完全不一样 不过严卑也能理解宏家五兄弟最后的这个决定 因为当年职棒球员发生打假球的丑闻 就让红腾胜深感痛心 还有当年台湾职棒大联盟成立兄弟一群重量级球员集体跳槽 也让红老板十分心寒 红老板最心寒的就是初队跳槽嘛 李居民啊 红一正啊什么那些人 最痛苦的就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他痛苦到这么几点 吃药 他很痛苦 严卑说没有了兄弟的中华职棒绝对会不一样 如今他只希望接手的企业能保住兄弟的精神 让广大的相迷能够找到归宿 UDN TV 吴嘉佑 简子祥 台北报导 MING PAO CANADA